大家好 我是黄哥 昨天拍这个给大航寄奶这个视频上热门了 今天我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这个 制作的一个过程啊 看这东西怎么做的 能让牛肚一口奶也吃不到 首先咱准备一个大袋子啊 这个袋子越大越好 但是首先得结实啊 然后从袋子那两侧用刀划两个口子 然后从它的后腿给它穿进去 穿进去完以后给它兜上 然后咱们看看这个是怎么绑的 能让它记不掉 牛还吃不到奶啊朋友们 穿进完以后首先这边 这个甲和那个甲绑一道绳 绑一绳完这样再绑一道 绑一道完上面再有两个拉力 省着它往下拖 这样的话它底下是兜住了 后面它也吃不着奶 拉屎啥也尿不上 也掉不到袋子里 然后它旁边口太大的话 你可以用线或者用铁石给它钓一下的 这样的话这口不会越来越大 把奶头漏出来 核心点这一步来了朋友们 接着往下看啊 这个母牛的脖子必须得绑一个绳 这个圈不用绑太紧 这个圈的作用是起到啥的呢 起到它拉力的 看看 因为这个前面吧 这个 所有的拉力全是在这块呢 这块就是防止它这个兜 它掉 因为我这是傻养的牛 牛全部守着 在野外 每天走很多步 它这兜绝对不会掉 绝对不会掉 然后还有朋友说 这个牛都是它 它老忙一下拱 它一拱 它能拱到奶头了 更关键的一步来了 你看着没 这个正常的话 它会露出来 露出来我又想了一个办法 终于是想在这儿呢 看着没 底下有个绳子 我带着给它系上 我这个绳子吧 看着没 牛抬起头 它这绳子就会成为直的 就这样是的 它一低头 这绳子就会松 这样的话 牛只一吃奶 大牛一抬头 它就把那奶壳的兜兜兜的 这样的话 它奶一点是吃不到的 这个绳子也是绑在牛的脖子 这个绳子上 看着呢 朋友们 这是我自己研制的一个小妙招 喜欢的朋友们 可以双击点赞 关注一下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看 因为这个方法 我已经试验了十天 有好几个牛都都在偷糖的奶吃 现在一口奶没有吃到 有很多朋友说 这个经过很长时间 它会不会掉 它绝对不会掉 顶多它绳子会松 松的话 你给它紧一紧就OK了 啊朋友们 这小妙招非常实用 你手的口开大的话 你用铁舌给它标一标就OK了 干啥咱研究啥啊朋友们 然后昨天那个评论老铁说 这个这样还会偷到奶 我告诉你绝对不会偷 因为啥呢 这个袋子吧 在这身上挂了十年久了 难免会沾上一些粪便和那个尿 因为牛肚本身比较焦气 本身他想吃 但是他一到这块 一闻到这个袋子上全都是一股味的话 他就不吃了 二朋友们 绝对好用啊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 感谢各位朋友们支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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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